封面新闻记者在北京采访获悉,1月16日7时30分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著名主持人赵忠祥。 因患癌症抢救无效。 在北京市祭坛医院刻然尝试。 享年78岁。 他试试这一天。 正好是他的78岁生日。 封面新闻记者在医院送赵忠祥最后一程。 往年的1月16日赵忠祥的生日。 朋友们都要为他庆生。 其乐融融。 没想到今年他的生日。 成为了伤心之日。 赵忠祥的儿子赵方在复告中说, 赵忠祥是中国电视业的传奇人物。 他生于1942年1月16日。 18岁到央视工作。 直到他75岁还在主持动物世界。 人与自然。 赵忠祥在央视工作了整整55年。 揭说国庆大阅兵6次以上。 主持央视春晚18次。 赵忠祥儿子赵方通过社交媒体, 向外界证实其父赵忠祥去世。 赵忠祥的主持声音穿越风雨沧桑。 另几代人终生难忘。 动物世界。 人与自然伴孩子们成长。 深受观众欢迎。 赵忠祥热爱央视。 关心央视的发展。 央视有什么活动。 他积极参加。 2019年10月1日。 新中国七十华诞大阅兵。 赵忠祥支持康辉的解说。 称赞康辉解说得好。 再看到央视以最现代化设备成功转播国庆大阅兵。 他为央视的大发展兴奋的流泪, 我们国家好。 央视大发展。 高兴啊。 赵忠祥作为电视人。 他创造了许多奇迹。 他是央视走进美国白宫采访卡特总统的第一位中国记者。 赵忠祥主持节目。 庄重。 稳健。 他的声音明亮。 前景。 富有雌性和穿透力。 受到亿万观众的喜爱。 此外。 他还喜欢读书学习。 曾撰写过《岁月随想》多本书籍。 《岁月随想》发行一百三十万册。 创造了中国电视主持人出书的奇迹。 酷爱书画的他。 还是恍然的徒弟。 在赵忠祥生病期间。 老朋友范增。 倪平。 白颜松。 朱军。 袁德旺。 于月仙等到医院探视赵忠祥。 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本山。 为派刘双平探视赵忠祥。 中文字幕章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